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 人活着 绝不能让心情生病 一起来听 佛曰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便将世间人 世间事 看得透彻 生而为人 每个人身上都会有数不清的压力和疲惫 但是我们也不能让心情生病 不要让生活图添不必要的烦恼 懂得摆正好自己的心态 善待自己 用心生活 人生才会越走越顺 一 人生本过客 得失皆随缘 有句话说 是非求之于心 毁欲 听之于人 得失 平之于天 人的一生是一个不断得到 又不断失去的过程 太执着于拥有的一切 就会被得失之心所累 到最后 反而容易失去更多 曾经听过一个故事 感悟颇深 有一个国王夜里做了一个梦 在梦里有位神仙告诉他一句话 只要记住这句话 就能轻易地得到一辈子的幸福 可是醒来之后 国王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那句话了 好不容易得到一辈子幸福的方法 眼下却又消失不见了 这件事让国王很是介怀 于是他给大臣们下了一道命令 让每个大臣必须尽全力 把这个方法找寻回来 寻寻觅觅了三个月 依然没有任何一点消息 国王也变得惆怅无比 痛苦不堪 就在这时 一名告老还乡的老臣 求见国王 他说 自己获知了那句话的内容 并把话刻在了一枚戒指上 国王一看 戒指上赫然刻着 一切都会过去 这几个字 国王想起来 这正是梦中人所说的话 顿时领悟 自己追寻得到的幸福妙方的时候 恰恰失去了很多幸福的时光 不为人生的得失而焦虑不安 坦然对待得失 才能发现生活中的幸福 人生在世 不要太在意得失 一个人 若被得失心束缚太久 内心的压力只会越压越沉 那么 他眼中的生活 定然是不美好的景象 实际上 世间所有的得失 皆是命中早已设定好的安排 无论得到还是失去 到头来 不过都是过眼云烟 得意时不必狂喜 失意时不必悲伤 凡事保持平常心 得失随缘 才能收获另一番风景 体会生活中的美好 二 人生本过客 无需自烦扰 在知乎上 曾经有人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 人这一生最难的是什么 其中高赞的回答说 人最难做到的 就是心无挂碍 不被烦恼所扰心 深以为然 心复杂了 烦恼就会重生 烦恼多了 心就难免浮躁不安 心中的枷锁过于沉重 人也就难以无谓前行 清代著名的小说家 李汝珍在《净化园》中 描述过一个非常可笑的故事 相传有一个叫 伯律国的国家 里面的国民 一生都很害怕睡觉 因为他们总在担忧 自己睡着了以后 就再也没有办法醒过来 于是 这个国家里的人 总是一副闭目缓步 昏昏欲睡的状态 由于日夜愁眠 长期没有足够的睡眠时间 不少人还等不到成年 便郁郁而终 人生路漫漫 世事难预料 若总为生活 未雨绸缪 总活在单惊受怕当中 那么我们永远都会 被顾虑所束缚 想起杨将先生曾经告诫过 一名身陷困惑中的年轻读者 你的问题主要在于 读书不多 而想得太多 诚然 人生中的很多痛苦 说到底 不过都是庸忍自扰 人一旦纠结在 不必要的烦恼里 慢慢地 就会活得复杂而心累 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 唯有学会解脱自己的心 才能免除很多的伤害 活出最自在的状态 刘伯温曾言 岂能尽如人意 但求无愧于心 这个世界上 没有永远的坦途 烦恼与挫折 也总是掺杂在 我们的生活之中 虽然我们无法消除 生活中的种种烦恼 但是我们可以改变 自己的心境 不让自己 深陷在纠结的泥泞里 就像作家马德所说的 这个世界 看似周遭复杂 各色人等 泥沙俱下 本质上 还是你一个人的世界 你若成澈 世界就干净 你若简单 世界就难以复杂 人生匆匆几十年 很多事 无需太过于纠结 想得太多 最终折磨的 不过是自己的心 很多时候想通了 烦恼就会随之散去 心简单了 生活才会变得简单 三 人生本过客 何必千千结 常言道 佛争一炷香 人争一口气 在生活中 我们因为太计较 输赢 太在意胜负 所以常常在 烂人烂事中 纠结太深 殊不知 越是计较 越难平息心中的怨气 越是纠结 越难化解其中的矛盾 不争一时之气 不让一时冲动 占据自己过多的情绪 才能够更好的 掌控自己的人生 著名的心理学家 霍兰德 曾经在课堂上 给学生讲了一个 生动有趣的故事 学生们听完之后 全都蓬富大笑 过了一会儿 霍兰德再次把这个故事 从头到尾地说了一遍 这时候 只有几个学生 礼貌性地笑了笑 没想到准备下课的时候 霍兰德又一次 把这个故事复述了出来 这一次 没有一个人笑了 大家不禁紧皱眉头 神情显得有些无奈 就在这时 霍兰德开口道 一个故事 讲一次 你们会笑 但重复讲述 你们就不会再愿意听 可是为什么大家 却总是为了同一件事情 而反复计较 争论不休呢 大家这才明白 教授复述这个故事的 真正用意 人生不该为不值得的事情 而反复较劲 争辩 解决问题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学会平心静气 宽以待人 论语中说 理之用 何为贵 所谓和气就是 凡事少计较 懂得和气处事 笑面迎人 如此才能避免 更多无谓的纷争和吵杂 人生在世 哪有那么多的顺心如意 万事只求半衬心 做人应当尝试怀 事事不必太较真儿 懂得放下计较 放下争执 学会给自己的心灵松绑 好运才能不请自来 所有的得失名利 所有的烦恼忧愁 所有的恩怨是非 其实都是一场虚幻 正如 多想在平庸的世界 拥抱你里 写的歌词 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 你生带不来 死带不去 你能带走的 只有自己 和自己的脾气 经历多了 事事无常 看透了人生百态之后 我们终于会明白 人生活的 不过就是一个过程 一种心情 拥有好心情 才能与快乐 不期而遇 拥抱美好 幸福的人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